有些网友私信我教我锁一锁这个相声圈这个事 实实在在地说 我对这个娱乐圈对相声这些不太明白不太懂 不懂我就不能装懂啊 满嘴狐烈的讨厌贤无人之地 那么今天简单地锁一锁 我查阅了很多资料 就是咱们一提相声圈相声剑 那必须要谈先从姜坤说起 姜坤是曲家协会主席 这个相声这个表演艺术家 我从个人关系讲 我和姜坤合过影 2003年姜坤到这个单动演出的时候 我们合过影 姜坤这个人给人印象不错 特别既致 睿智 这个低调 并且这个反应快 切合 姜坤啊 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一到八十年代九十年代 所谓很多的 好的优秀的相声段 他最早跟谁啊 跟李文华 李文华大当 他俩说一些好 好作品 以后又跟唐杰总 也处了一些像户口 这个拖鞋啊 等等啊 坐电梯啊 我就不倒过了 姜坤应该属于 财斯敏捷 这个 这个反应比较快 这个 所向上这方面 天赋 具备 所以是一个 好的相声演员 以后是个相声表演艺术家 最后是相声界的老大 就说领导 姜坤呢 在2006年提出了 反塞俗这个 这个 这口号 实际上 姜坤当时讲的啊 也没有什么毛病 他当时 主要提倡 就是 多处一些健康的 正面的 正能量的 积极的 相声作品 对那些低俗 妹俗 用俗的作品啊 要杜绝 实际这么说 没有什么毛病 对不对 除一些健康的 相声段的 相声作品 给人以启迪 给人以激励 这个 这个没有毛病 他那个讲话 还提到了 为这个 为老百姓 为人民 大众 这个 讲的挺好 但是姜坤 讲了这个以后 我很多人就对好入住 就把这个 这个这个赛俗 就按照国的杠上了 就说姜坤 主要是 这个凡赛俗 主要反国的杠 这样 实际上 这都是一些网友 炒作啊 或者民间弄的 叫我说 就属于辣狼胚 报办回应 就这个事 姜坤讲完了 这个事呢 以前就对好 对着国的杠了 以后呢 双方 这个 对这个事啊 也都按重较劲 是吧 郭德杠也做了一些 相传的 还是 讲了这个凡赛俗 那说 说完江坤 咱们说 郭德杠 郭德杠的人 是很有百分 很有天赋 在乡上街 来说 后期自秀 以后 也是康纳奇的人物 就乡上街 现在 就这样 但个人的水平 都超过 郭德杠的 几乎就没有 是吧 但也还有些 好的相声演员 也是很好 很好的 郭德杠啊 这个德营社啊 自谋自业 创业啊 这个从天津 到了北京 站住脚了 后来 郭德杠的演出啊 票价很高 常常还饱满 应该说 郭德杠有本事 有能力 郭德杠那个 也是财势敏捷 你看他 这个主持人节目 反应特别迅速 是吧 既之 灵敏 是吧 不亏于是 这个一带乡上 这个大使 郭德杠就是大使 这个肯定是当之无愧 那么郭德杠和江坤 一提到凡赛书 现在很多这个网民的 和老百姓呢 都向着郭德杠 不怎么向着江坤 是吧 好像都是批评江坤 和对这个取协啊 说举业压制这个 郭德杠 对这个事不满 怎么能处现这种情况 这个问题怎么能处现的 实际上和江坤 本人怪不得太大 江坤作为体制内的 这个取协的领导啊 他呢 他呢 为这个取协和向上界 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做了很多工作 这个有没有共睹 你得承认 这个江坤这个人 有能力 有水平 组织能力特别强 是吧 人员也比较好 但是为什么后期他和郭德杠呢 他俩一比较 这老百姓都倾向于郭德杠 还是不想他呢 大伙没看出这里的关键问题 就是江坤是一个团队的主帅 江坤有本事 这个人品短争 业务能力强 但是江坤有一棒的 主一样的队友 就这些队友 干出这些事 就给这个江坤抹黑了 是吧 让他丢人现眼 是吧 这个去年 这个他的徒弟 周杰仁 现在一提 全国人民都知道周杰仁 这个王哈马人这个事 无论怎么说 周杰仁是江坤的徒弟 这个徒弟有问题 这个当那个老师的 你也逃脱不了责任 这不用说了 是吧 子不孝 这个父子过 这个三次经济上都有 那么江坤的大当 崇拜江坤 这个已经那个崇拜的 无意复价 这个程度 这个戴志诚 他拿江坤当神 那么戴志诚 你应该学一学江坤的 好的作风 好的品质 这个 业务能力 这你学学 结果他这些都没学 他干了什么事呢 就是 他呀 和这个 侯越文 他们是邻居 按照 项上街的市场排班呢 侯越文是他 私属 山属 侯越文和李伯祥 是私用地儿 李伯祥是这个戴志诚的 师父 这样是 这个 戴志诚就管这个 侯越文 叫私属 这是相声界的排班 也就是 严严实实 捞捞绑绑的 你就必须 你要干相声 你就得这么排 结果侯越文这个 出门的时候 叫这个戴志诚 帮助招股鞋家里 戴志诚呢 对他这个 私婶啊 从生活上 照顾 照顾来 照顾去 照顾到床上了 再照顾 俩人成了一家了 他这个私婶 和私属离婚 戴志诚 和他的 原配夫人 杨磊也离婚 结果他们 组成一个家庭 这个事做的 特别不地道 老板讲 损 这属于做损事 有的人 抬杠了 说他没有学员关系 他这个排班 意思也不是他 也不是他这个 玄上的事述 所以这个 法律上都 都都都都 都不禁止 法律不禁止的事 不等于你这个事 就第一道 违反了 供序良俗 和伦理道德 是不是啊 有的人 就就就就就 就为了辩护这么讲 那么我举个例子 说 你有个 请就 你就嘛 如果长得漂亮 和你俩够到成见以后 你九妈和你九历活了 你和你九妈结婚了 你要这么说 有没有选过 也没有 法律 法律 金不及时 有没有规定不准结婚 也没有 但这个属于 那个霸毁 属于这个 乱伦 戴子诚就干了这个事 所以戴子诚和周围啊 他就这俩 住一样的队友 干了这个事 就给这个 江坤 丢牢的淫 你江坤这个事吧 锁 也没法锁 不锁吧 他这个事 就是说 呃 戴子诚干的 和周围干的 是这个 江坤脱不了盖系 是不是 一个是你的打仗 一个是你的徒弟 除了这个问题来 你这个当事务的也好 你是 当那个 当企业领导的 你这个脸上就是 没过 是吧 也没教也好 你的徒弟 啊 您教徒的光叫 叫他们技 从这个技术上 业务上 但是你从这个好作风上 好思想上 好人品上 你也得把这叫出来 你那个对这个 戴子诚也是这样的事 所以正因为这俩户啊 就是这个 这俩就是说 不地道的人 给江坤 磨害了江坤 使江坤的卫信 和各个方面的影响 下降 所以现在这个 百姓一提呢 郭德杠 郭德杠 你再提江坤呢 一个是倦人 一个是周倦人 一个是 那个 带娶婶 是吧 带娶婶 娶了婶 是吧 最后 也说了 也说一下 就是说 弄一些主要的队友 就把你的尽力 把你的慰望 把你的影响 都给这个下降了 没起到好的作用 起到了侧肘 或者是阻碍的作用 所以大伙一提呢 还过得干 实际上讲 江坤的人 是很不错的人 最后来说一句 我呀 就希望 是江坤这个体制内的 作协主席 还是这个民间的 这个大企业家 大艺术家 这个郭德杠啊 就是都应该为 中国的相声界 和相声这门艺术啊 这个增加光彩 不要互相掐暗斗 这个互相掐暗斗 我希望你有高党的 有重党的 也有一些比较低党的 只要老百姓能接受 政治上没有问题 这样的相声都可以处 是吧 老百姓都应可 要白化其放 白家账命 到这 好 好